欢迎收听《谈情说爱》 林修和先生 修和先跟大家问好 大家好 修和是富有豪珠的创办人 那富有豪珠是她成功创立的第三家公司 但是今天不是在讲工作的事情 今天是谈情说爱节目 我们来谈爱这件事情 为什么请修和来呢 因为莫妮卡最近写过一篇文章 叫做等待是我可以付出最大的温柔 其实那篇文章的原始初衷 她的起点呢 是因为有一次呢 我在跟修和一起坐计程车的时候 刚好她的朋友郁文也坐在旁边 那也许是因为大家熟了吧 所以其实修和跟郁文的互动 是非常自然的 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听到 我其实自己在玩手机啦 但是另外一只耳朵就听到 修和对郁文讲的一句话 就是因为郁文呢 当时再过两个月 就要去日本读书了 那我听到修和对郁文讲一句话说 我会等你的 谁说女生活该一定要等男生当兵回来 我是男生 我一样可以等你的 我听到那句话的时候 我心里觉得好感动哦 所以我就回家写了一篇文章 我登在报纸上是 等待是我可以付出最大的温柔 好 那当然也替那个修和的爱情的那个片段 做了一个小小的见证哦 今天的节目其实在讲一个男人的爱 男人的恋爱史 那请问一下修和郁文是你的第一个女朋友吗 不是 不是哦 那我第一个想问你的问题就是说 对一个像你这样子蛮有事业企图心 我知道你做很多事情也有自己的方向的男性来讲 怎么样的女性是你理想中的典型 我当时自己设定的典型就是 可能是 但女生可能要有气质 气质 对我还蛮注重女生给我的感觉 就是那种气质的感觉 然后就是她可能是比较顾家的 就是因为我自己个人可能是要一个平衡吧 你是个企图心比较强的这一类的男性 应该算是 然后所以我会希望女性她会比较顾家 就是让我比较没有后顾之忧 然后再来就是我希望她就是可能比较温柔 然后我还会想说她需要理财能力 基础的理财能力 基础的理财能力 因为这样子我觉得 这样子我们两个财务状况加起来 一加一财可能等于三 或者更大 而不是说我不管赚多少 都像个无底洞一样 就是基础的理财要先帮我守好 并不是说很会投资 理财是指财务的规划 世间的男子有百百种 其实在挑选恋爱的对象的时候 其实跟自己本身的性格也要相呼应 像有些不想定下来的男性 他可能就追求那种小魔女型的 可能要身材火辣的这一类的女朋友 那我猜修和你在追女朋友的时候 应该都是比较传统 想以结婚为前提的是这样子吗 对 我从大学的时候 其实就跟女朋友说 就是我们的交往啊 未来就是要以结婚为前提 所以我都会试着跟女朋友 去想象一下未来我们的生活 大概会长什么样子 甚至我会跟女朋友讨论说 未来我们计划可能要生几个小孩 OK 我当然不敢讲说 现在的年轻男子都是这种type 可是从我的这样子的年龄的女性来讲 其实说真的非常认真的 想要以结婚为前提 在交往的男性来说 我觉得无疑是现在这种 事情变化得非常快的时代的一种 硅宝 就是对我来说 如果说这个男生他本身 也是我会喜欢的类型的时候 其实我当然是希望男性 可以认认真真的 跟我以一个未来有结果的前提来交往 而不是在那边需要时间 那非常高兴知道 现在人世间还有这样子的产物 而且那个条件也相当的不错 不过学伟你刚刚讲到第一任女朋友 然后你那时候就以这样子的一个前提 去跟他交往 结果交往了多久 交往大概三年左右 那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 为什么会分手呢 为什么会分手 因为其实当时交往的时候 就是女朋友那时候有 有吃回头草 意思就是他有劈腿 对 可不可以先分析一下 因为我们做一下战略分析 像我会觉得你是一个条件很不错的男神 那你有没有分析过说 为什么会有劈腿这样的情况发生 其实当时还是大学啦 大学都还是一种懵懵懂懂的一种阶段 在摸索那个爱情嘛 在摸索不管是自己未来的方向或是爱情 都是一些摸索 那当时也是我第一个恋爱嘛 所以可能经验比较不足 那对你的第一任女朋友来说 她也是初恋吗 她不是 她不是初恋 就是她有之前的 好 所以你比较嫩 好 对我比较嫩一点 然后她中间劈腿了 但是你刚刚讲到回头草 回头草就是她回去吃第一任的 我是她第二任 所以这个很难讲 你是不是当初也当过小三哦 当时应该不是 因为当时男生也有女朋友 我至少 所以我很放心 所以她后来有 后续有联络的时候 其实我可能是太放心了 OK 我可能那时候相信人性本善吧 那时候还没有经过社会历练 还不知道人性其实没有 听起来有点恨意哦 不过我觉得在这个节目说 如果我们的来宾可以 比较轻松的讲 事实的真相的话 其实故事会比较好听啦 所以您的第一任女朋友 她曾经去吃她的回头草 也就是说 她曾经重回她第一任男友的怀抱 对 但是过了两个月以后 她又变成你的回头草 她又回来吃你这个回头草 因为她相处了一阵子 发现还是你比较好 对 好 那我们先讨论第一个主题哦 就是说你认为劈腿是不可以原谅的吗 劈腿哦 嗯 其实在劈腿之前应该是都可能 男生或女生可能多多少少可能会有一些征兆 那劈腿原因可能就是 你可能没有办法给女生 男生的地上就是你可能没有办法给女生 足够的安全感 嗯 所以她可能还会受到一些其他外在的诱惑 嗯 等等的 嗯 因为当时其实我觉得自己的确没有办法给女生一个很好的安全感 你还年轻嘛 对 因为当时我的能力或是等等 我觉得我都没有比得上对方 嗯 因为我觉得对方的条件其实 不管是外在外表或是内在能力 嗯 我觉得其实外 其实那个男生其实真的还蛮吸引女生的 嗯 嗯 对 所以其实是可以谅解的 只是突然间就是突然间 接到这个消息 是 而且可能是自己不小心发现的 哦 那个的打击会比较大 所以那个女生其实不是主动来跟你提分手 而是你发现她同时在劈腿 对 嗯 对 所以那时候就是有稍微吵了一下 就是决定说我们两个应该要稍微冷静一下 了解 嗯 好 结果最后她还是重回你的怀抱嘛 对 那是你没有办法原谅这件事情 所以才又分手吗 其实当时是觉得说可以原谅 但是后来发现说那个伤口好像是不能完全都复原 嗯 常常遇到一些某些雷同的状况 我就会想起以前的一些状况 嗯 然后那个状况可能也是当时比较容易吵架的一个点 嗯 感觉这个点只要提出来我们的感情好像就变不稳定 嗯 就会从稳定变不稳定 所以在那个情况下就是后来大学毕业以后 我们就是选择就是各走各的路 嗯 嗯 嗯 那分手的时候有很难看吗 嗯 就是有稍微跟对方说啦 嗯 那其实 其实我们可能双方都还在期待说可能谁要先道歉还是怎么样等等 哦 ok 可是再一等就发现哎 怎么都等不到对方回应 哈哈哈哈 ok ok 我我我我我问清楚一点就是说呃因为之前有个裂痕所以信任的基础被破坏 对对对对 所以后来也导致就是说你在很多事情开始变得很敏感 从原来很有安全感到 嗯 常常会遇到某些雷同的状况发生的时候你就会变得格外的敏感 所以之前可能相处的比较好 后来就因为这个裂缝的关系没有办法呃再像以前一样这么smooth的相处 对 然后后来到大学的时候也讲就是说好要分开 可是在你这个男性的心里你还是一直在等 说呃其实还是有感情的 对 那是不是双方有一个人可以先 嗯 先应该是什么拉下脸来 就是可能就是希望对方就是再靠过我这边 会这样子 当时有这样的期望啊 你期望了多久 期望了 期望大概一年有 差不多快一年有了吧 一个男生可以这样那么久啊 就是 没有因为其实我的感情方面我可能比较传统一点 嗯嗯嗯嗯 而且其实第一任女朋友就改变我人生蛮多的 对一定会 对因为当时觉得自己就是傻傻笨笨的 嗯嗯 然后但是遇到女朋友就诶整个视野好像变宽了 是 而且不管是人际方面啊等等的 嗯嗯 因为我以前国中是读男校嘛 嗯嗯 高中也是读男校 然后大学的时候全班五十几个只有一个女生 所以当时我接触女生是非常非常少的 了解 那当时有一个女生这样突然进来 然后又教导我蛮多东西的 其实到现在我都是还蛮是心存感激的 我觉得会耶 其实我觉得不管是男性跟女性啊 对于第一任为什么可能年纪大了以后老了以后 你就回想你很难去忘记这个人 因为在我们自己 我觉得两性的世界是非常不一样的 那个视野很体验还有感受是很不一样的 所以其实你的初恋情人等于是第一位 帮你开启了那个世界另外一面的窗的 那不管是快乐还是不快乐 其实他都挺有功耗的 有啊因为他不管我的事业什么的 比如说玩具等等 其实他都还蛮鼓励的 嗯嗯 他是一种就是还蛮鼓励一个 所以他曾经在你的生命中给你加分过 那虽然说后面可能你的赏位期限过了 你的爱情出现了状况 可是其实如果你有机会遇到更好的 更适合的另外一半的时候 那过去的这个回忆也许有苦有甜 可是只要你后面的ending是最后是好的 其实他以前的那种中间小小的挫折 可能都会转化成一个还蛮美好的回忆吧 对以前的不管是发生好的还是坏的 现在想起来都还蛮甜蜜的 对对对很甜蜜 就是像是看一本故事书这样子 对对对因为其实也遇到了更好的对象嘛 那之前的事情也没有什么好在计较 可是我们也必须承认就是说爱情它是有赏位期限的 还有还有在我们年轻的时候真的不懂爱 真的不懂怎么谈恋爱 所以其实啊说真的啦 如果一生只爱一个人也许是一个美好的想象 不过你仔细再研究起来 如果一生只爱一个人 那人生也未免实在太无聊了 好那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好